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走台湾 发现美丽风景 讲述感人故事 请看走遍中国系列报道 台湾故事 台北的街区就像一张微缩的大陆地图 在台北市的长春路 有一间东北菜馆 老板是一对来自哈尔滨的姐妹 这个是我们的大马哈鱼泡饼 姐姐赵亚伦负责前厅服务 妹妹赵平就是餐厅主厨 两姐妹相互配合 把东北菜馆在台北 经营得有声有色 我最爱吃的还是这一套凉拌菜 我觉得它非常有特色 是我们东北人小时候的特色下酒菜 然后您是一样 每次想家了就来吃 吃完了更想家 一个月一次应该有了 那最喜欢吃哪个 干都不行 大吃 餐厅开了十年 已经成了不少身在台湾的东北人的根据地 起初 姐姐赵亚伦开这家餐厅 也是为了缓解妹妹的思乡之情 刚开始来不适应 天太热了 然后吃的也不习惯 然后在这边也没朋友 每天都在家里边待着 所以就觉得很无聊 就想要往回跑 姐姐就怕我就是不想要在台湾待了 然后她也喜欢吃东北菜 她就想说 那不然你就开个东北餐馆吧 说到东北菜 怎么能少得了酸菜 整颗白菜去头对半切 再逐一放进大缸内 赵家姐妹在老家 从济世以来 每年秋季白菜盛产期 就是忙碌的开始 从斑白菜到腌酸菜 虽然没有特别的秘方 但很多细节都不能马虎 白菜 水跟粗盐的组合 然后就交给时间 不过整套流程搬来台湾 却水土不符 因为东北天气大概在9月10月 就开始慢慢转凉了 转凉之后就会先 一开始会先下霜 所以有经过霜打的白菜 我们都说有经过霜打的白菜 它会特别的甘甜 在东北的话 我觉得都还好很简单 可是来台湾就会比较难一点 我们刚开始也淹不了 我们刚开始也就是淹一次换一次 长毛了 对 它就上面会长毛 到一定的时间以后 然后就要调它的温度 不然就是放冷藏 不然就是要给它吹空调 东北和台北 温度差了不是一点 赵萍就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 时不时的就要过来看一眼 它好不好 热不热 空调是不是要再强一点 是否需要翻个身 经过一个月的时间 白菜终于华丽转身 变成酸菜 就是这个味儿 这个就是那个酸菜的味儿 跟我在台湾其实有的时候闻的那个 有点醋酸的那个味道的酸菜不太一样 对 它这个的话就存天然发酵的 你看它发酵好了的话 它是那个透亮的 透亮透亮的 它不会说那种还有那个生白菜的味儿 有别于大陆的炖酸菜 台湾流行吃酸菜白肉锅 就是将酸菜 五花肉肉丸等食材配以高汤 煮制而成的火锅 入秋之后来上一锅 让人心里暖乎乎的 口味上来讲确实是天然发酵的 吃得出来 吃得出来 它不是真正那种醋的酸 不是醋酸 然后另外是东北人开的嘛 你就觉得那个人味特别的浓 就像在东北吃 吃酸白菜锅的感觉 除了做火锅 酸菜还是解腻的绝佳搭配 这家餐厅的招牌菜 大马哈鱼头泡饼的配菜 用到的就是酸菜 因为鱼头会比较肥一些 然后用酸菜下去炖的话 这可以解它能力 而且又比较咸香口的那种 即咸鲜酱香鱼一身 背后是繁琐又耗食的体力活 炒过的酸菜和炸过的鱼头一块炖 但是要想端上桌 还得配上现烙现吃的饼 才算得上是东北一锅出 从小看母亲揉面做饼 长大后再照葫芦画瓢 姐妹俩在异乡相互扶持 用默契和感情 让每一道上桌的东北菜 都有记忆中的家乡味 还有那不变的香音 聚焦人文证明 见证每一道十万 走遍中国 每一天开心 长期 在诸记逛一逛 能看到这样的风景 穿行于山鹤间的湍流 折坐舞蹈姿态各异的飞铺 展翅的空中精灵 在白塔湖石里自由生长 在诸记听一听 会被这样的故事吸引 自容绝世的西施 心怀天下 以身豹国 山下湖水中 孕育的珍珠 让小城的声音 被世界听见 越国的历史 随浦阳江流淌千年 江南的京志 在小城里婉转 今天三位旅行推荐官 将带我们体验小城 珠记的精致之美 珠记素有七山一水 二分田之称 浙东南浙西北 两大丘陵交接坐镇 河谷盆地在中部连绵舒展 看珠记的美 要从山水之美开始 我是旅游推荐官黄黎明 今天我们在珠记 给大家推荐 最富盛名的五蟹山水 看到这个蟹字 大家感到很奇怪 因为在中国其他景区 都没有看到 以蟹字秘密的景点 蟹字 当地人把瀑布叫做蟹 所以我们五蟹景区 是以瀑布著名的一个景点 五蟹是五条瀑布吗 不是的 它是一条瀑布 但是它跟一望的 我们看到了很多瀑布 从上到下一条的瀑布 又不一样 它是一水进五则 形成五条瀑布 所以是跟你们 一望客道瀑布都不一样的 下面就让我们去看看 我们与众不同的五条瀑布吧 黄丽明是朱继摄影家协会会员 擅长风景和人像摄影 他将带着我们边看边拍 深度体验朱继的精致山水 一水五折的美景 虽藏于深山 但沿途的风景 不会让诚信而来的人们失望 泛舟于五蟹湖上 两岸层山叠障 有小三峡的美誉 游船激起层层涟漪 冲破两岸山峰的层叠倒影 便可见逆临幽静 此时只要寻着水生 就能看到最有气势的第五蟹 这就是第五蟹 蛟龙出海 看 像不像一条白色的蛟龙 成功而止 在这里感觉到声音震耳欲聋 江南的水 即使是飞流直下的瀑布 也让人觉得精致灵动 寒秋风与碧云风之间的峡谷 宽窄不一 西水汇集 随山势而动 从第一蟹的小巧平缓 到第五蟹的奔腾而下 声似滚雷 每一处都是新的风景 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北魏 五蟹就闻名于世 历道园的水晶柱里 有水势高级 深圳山外 望若云垂的记载 唐伯虎为他写下 九曲苍松玄武角 五重飞铺落长空 古代文人默克打卡美景的方式 是作诗赞美 如今游客打卡美景的方式 当然是拍照留念 瀑布一般都比较难拍 因为它的落差比较高 到了五星呢 记住两块石头 帮你在蛟龙处海出片 第一块就是这一块 我们从这块石头呢 先下去 然后再在这个地方 看前方有一块石头 好 那么我们呢 好 我们的水铺呢 有点过曝 我们先这样子一点曝光 然后摩托在这块石头上面 放大一点 让瀑布在左上方 人在这块石头上 看看 瀑布美景在相机里定格 但珠济山水的美 不会在这里定格 珠济地势南高北低 浦阳江从这座江南小城 穿行而过 当江水越过群山 来到北部的平原 会变得更加温柔精致 珠济北部的白塔湖湿地 是浙江省最大的生态湿地 更是难得的农耳市湖泊湿地 湖内有78个岛屿 形态各异 合网交错 空中俯瞰 宛如流水之旧的精致田园画卷 美景已足够养眼 但白塔湖湿地 还有一种更有趣的打开方式 乐洋师 都在打鸟儿 廖老师 你好 你真是好专业 明明呢 闭嘴 小屋地打屋了 这个帚篷也是伪装 对 你这个不能让他看到 看到的话他就跑了 前面那个 那車 崑時 岛冠市 黄历明的多年好友 专注拍摄和观察鸟类近十年 对白塔湖周边的鸟类十分熟悉 以观鸟作为休闲旅游的目的 对很多人来说还有些陌生 但它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中 古人有两个黄梨鸣翠柳 一行白鹿上青天的诗句 小燕子穿花衣的童谣也广为传唱 这些其实都包含着人们对鸟类的观察 这都是的果子他们会不会吃 要吃的 现在到秋天的时候 为什么下半年天使鸟过来的时候 因为它这个是南北迁徙的时候 必须要入住的这个感觉 这里加点油嘛 朱济是候鸟南北迁徙的必经之地 白塔湖湿地凭借良好的生态环境 成为浙江省林业局2023年公布的 12个观鸟圣地之一 虽然这次的行程不在候鸟迁徙计 但观鸟圣地名不虚传 湖中栖息的白鹿小屁梯 让旅途趣味十足 在耐心遵守后 还幸运地拍到了 有灵波仙子之称的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水质 水质过去是难得一见的西游鸟类 但随着近些年湿地环境的提升 灵波仙子再次现身 它时而悠闲地在水面上觅食 时而漫步于浮屏植物搭建的水中平台 感觉周围安全了 肩负抚育任务的雄水质 还会把幼鸟换出一同西西 白塔湖良好的生态环境 为鸟类提供了栖息地 而这些充满活力的自然精灵 也让江南水运更多了一份精致灵动 雾气阴晕的江南小城 总有许多动人婉转的传说 当连绵不绝的浦阳江流到了朱记城中 它就有了一个更柔美的名字 幻沙江 相传这里是西施幻沙的地方 而朱记是西施的故乡 西施到底美人是妙 它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西施姐姐 你要去哪儿 姐姐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严妮是一名话剧演员 因为在舞台剧《梦寻西施》中饰演西施 她对这位传奇女子的故事 有了深入的了解 今天她将带我们深入游玩西施故里 看一看朱记人眼里不一样的西施 哈喽大家好 我是旅行推荐官严妮 在我身后的就是朱记鼎鼎大名的西施殿 在这里镌刻着西施的故事 也流淌着朱记人对西施的情感 那咱们的西施之旅不如就从这里开始吧 传说西施是驻罗村的一名农家女孩 在江边幻沙时因姿容绝色被范离选中 当时越国战败 越王勾剑正在卧心尝胆准备东山再起 国难当头之际西施忍辱负重 远离故土嫁给了吴王夫差 从此吴王斗志全无 最终被越国一举消灭 而西施殿是朱记人为了纪念西施而建 西施殿呢不仅仅是纪念西施的地方 更是一所朱记民间建筑的博物馆 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万两千多件明清时期的木雕 包括殿前的梁柱 斗拱 还有殿内的藻井 这些都是当年重修之时在朱记民间征集到的 都说西施是美的化身 但是在朱记人眼中 西施更像是一位地方的守护者 朱记人铭记西施 不是因为他的滋容角色 而是因为他用美貌换来了家乡的平安 就像福建人相信妈祖会保佑家人平安一样 许多朱记人也相信西施一直守护着这一方水土 他也和古月文化一起 融入了朱记人的生活 西施本为农家女 心灵手巧 善烹饪 来到西施故里 西施小点是不能错过的 在我这儿呢有一个私藏的西施美食套餐 想跟你们分享 现在就带你们去尝一尝 现在呢咱们就来到了西施美食套餐的第一站 西施团圆饼 西施团圆饼在朱记呢是一道传统的小吃 那么现在我们就到了这个店啊 闻到这个味道就很香 咱们现在就去尝一尝 走 老板 来一份团圆饼 好的 严妮推荐的西施团圆饼 也叫银丝圆饼 是朱记的传统小吃 相传西施入屋后思念家乡 吴王位宽慰西施 特许他把亲手制作的银丝圆饼 在冬至时送回家乡以表思念 薄薄的饼皮包裹住清爽罗布丝 辛辣的小葱和浓香猪肉末 上锅蒸熟后再纹火慢煎 简单朴素却又不失精致 刚才跟大家分享了美味的西施团圆饼 现在说一下在我心中他的灵魂搭档 西施豆腐 相传在以前西施特别喜欢用隔粉 来制作豆腐浓汤 那因为特别的鲜美可口 所以邻居们静香效仿 都来做这一碗西施豆腐 西施豆腐虽然看起来相貌平平 却是珠季宴席里的头牌 肉末 木耳 冬笋等鲜味食材 大火煸炒入味 冲入熬好的高汤 鲜味融合 浓香翻味 鲜嫩的豆腐入锅四两拨千斤 浓香与清爽瞬间平衡 入口柔滑鲜美 温热暖味 西施美食的典故 我们无法考证 但这些传说的背后 却是一个立体的西施 他曾生活在这里 会做精巧的点心 会在异乡思念亲人 心灵手巧 还有侠义风骨 而美貌只是他众多优点中的一个 逛了西施店 品了西施美食 一定别着急离开 因为夜晚的西施故里 更有浪漫诗意 我会在灯光水屋中寻找西施的身影 也可以选择看一场多场景演绎的沉浸式舞台秀 梦寻西施 梦寻西施的舞台秀落下帷幕 西施的传说仍在继续 有人说 它在落入凡尘前 曾是月宫嫦娥最真爱的一颗明珠 而千年后的今天 珠济的珍珠依然耀眼 我是旅行推荐官林毅坤 我推荐您来珠济 感受我们的土特产 珍珠之美 林毅坤是珠济的一名珠宝鉴定师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和珍珠打交道 今天他要带我们感受珍珠的精致之美 在珠济玩转珍珠 珍珠之旅的第一站 一定要从山下湖镇的 世界淡水珍珠博物馆开始 在这里可以看到珍珠与世界名人的故事 了解海水珍珠淡水珍珠的养殖方式 还有不容错过的镇馆之宝 看就是这一颗非常非常大 它是无核的一个淡水珍珠 在我们珠济有一句古话 叫做七分珠八分宝 九分十分是传家宝 这里的分指的是一个毫米 而这一颗可以看到 它是19.8毫米的无核淡水珍珠 因为珍珠的一个生长过程 就像树的年轮一样 尤其是无核 它是一层一层一层包裹的 而这一颗是自己天然生长 还能做到滚滚圆 真的非常不容易 在人工养殖珍珠技术出现之前 每一颗珍珠的出现都是一场意外 当异物不小心闯入蚌壳 就会激发出珍珠棒的保护机制 蚌壳不断分泌珍珠质 将异物层层包裹 今年累月就有了光彩夺目的珍珠 朱济山下湖镇的常乐村 被称为珍珠第一村 1972年 常乐村种下了第一堂珍珠 如今珍珠堂已经遍布常乐村 村里几乎家家户户 都从事着和珍珠相关的产业 游客们来到常乐村 也能体验一把开磅采珠的乐趣 我们去那边捞梦去 水波之上漂浮着一个个白色圆球 远看像是条条珍珠项链 而水波之下另有乾坤 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种浮瓶比较深的 它这个棒就养殖的时间比较久了 所以它比较重会下沉 那种浮瓶比较高一点的 养殖年份就会短一点点 来看看这个 就应该是养殖年份很久的 让我们来捞起来 看到了吗 它在滋水 它是活的 我给它拿出来 好 拿出来了 珍珠棒的生长年限越长 开出大珍珠的可能性越高 带着选好的珍珠棒 就可以上岸 开棒采珠 开棒的乐趣在于 每开一次 都是一种对未知的美好期待 当磕磕盈润的珍珠显现 会让人不禁感叹自然的神奇 但如果觉得开出的珍珠不够多 也不够过瘾 那么珠宝城绝对能满足你 对珍珠的所有想象 来 珠季呢 一定要跟我们逛一下珍珠市场 哪怕你不买 也可以跟我们去看一看 这个呢 目前是全国最大的珍珠集散地 全世界的淡水珍珠 几乎都来自于这里哦 珠宝城2008年开始运营 目前有一千多家珍珠批发店 和饰品店 被珠光宝器包围 是只有在珍珠之乡 才能感受到的幸福 其实买珍珠呢 我们就是要看它的一个圆度啊 亮度 然后还有它的瑕疵度 你如果瑕疵比较多的 那我们肯定是不能要 然后如果说圆度的话呢 那我们尽可能追求比较圆的 咱们中国人也都觉得 珠圆玉润嘛 珠光是特别重要的 珠光就像小朋友的眼睛 bling bling的 你要在每颗珠子里面 看到你自己 这才是好的珠子 珍珠是无法进行 二次加工的天然珠宝 即使是人工培育的珍珠 也无法保证苛苛完美 因此也有无瑕不成珠的说法 挑选珍珠 要从形状 颜色 光泽 大小等方面综合考量 把握好以上几点 你也会成为一个挑选珍珠的小能手 奇巧的五折瀑布 柔美的白塔湖湿地 灵动的蓝天精灵 荡气回肠的西施传说 珠光宝气的珍珠 来流淌着江南血脉的精致珠迹 一定会让您不须死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